洪建益他可能又提到說 如果你提高的話他會要公布什麼 他手上掌握你的手運 對於這件事您怎麼看 我對台中市政府的顧問 是希望我不要去回應政治上面的議題 不過因為今天中秋節 我想還是簡單的回應一下洪建益的一些問題 那我看了一下那張陳情書 第一個我也看不出來那個是不是真的是要給我的 那今天中秋節講個冷笑話 他的署名叫朱將軍雅虎 那這個將軍能夠對應的蔡傑 搞不好他是要寫給蔡英文總統的 對不對 其實這是中秋節的冷笑話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去發個這個什麼不自殺聲明 那我也覺得他演過頭了 但是我想我可以發表就是我 我有不在場證明這樣子 因為這個時間點 他那封信裡頭講到四大運 應該是2017 那但是因為金化成的事件是2020年3月以後的事情 那我不曉得 因為我2019年我就離開台北市政府 然後就去租黨 然後後來就到了立法院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空背景上面 我不曉得他要怎麼去做一些關聯性 所以我想他發不自殺聲明 我也只能發 我有不在場證明了 有提到說您有打算要提告 是確定要提告 那時間有確認嗎 提告是確定要提告的 因為我有很多的支持者都跟我講說 像這種 因為已經進入司法偵辦的階段了 可是還是會有人 就是一天到晚就是這樣 以而傳而或者是拿一些不實的一些事實 然後然後再這樣子 我覺得我想要在這裡表達就是說 我們中華民國他到底是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常常就說已經進入司法偵辦的階段了 所以請大家都不要再談論這個案情 還給中華民國的司法單位一個公平公正 甚至可以比較乾淨的一個環境去好好的偵辦案件 但是在柯主席的這個案子上面 我要譴責很多的執政黨的這些民意代表們 甚至他們的側意 配合上他們的特定媒體 黨政媒這樣子 一天一文折 每天都可以編撰一些小故事 那把這個故事呢 在他們特定的政論節目裡頭大放鬆 這個簡直就是寫連續劇 你不是說國家司法進入爭辦階段 就是大家就不應該去談論了 應該讓司法好好的去爭辦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不是碰到柯主席的案子 現在有嗎 每天還是政論節目講的不停 所以我也要在這裡 我想要譴責一下執政黨的 應該要好好的約束一下自己的這些民意代表 特定的媒體 那提告是一定要提告的 提告是我想就是要像這個 這麼的樣一個不正常的一個司法國家 司法單位的國家做一個抗議 那提告 律師提告函已經寫好了 那本來是禮拜一要送 因為今天禮拜二中秋節嘛 那但是因為他就說他會拿出什麼樣的證據來 所以律師寫好就說那等他昨天拿出證據來 我們再把它加進去 那這個看起來這個這封陳情信 確實沒有辦法證明 第一沒有辦法證明他是給蔡壁爐的 那這個我昨天已經回應過了 那後來我就發現為什麼他會有這封陳情信 假設啦 假設他真的是來跟我陳情的 本來台北市長的主任 每天在市長室每天就會接收到很多的陳情 那這封陳情信 陳情信不是應該要在台北市政府存檔嗎 為什麼他手上會有呢 是不是 再來他的右上角他還寫個戳章 難不成朱將軍雅虎是跟他 松山區的議員洪建議陳情嗎 這個我不多做揣測啦 因為金華城在松山區 他是松山區的議員 好不好 好那告是一定要告 那我們書中狀寫好了 那我要全全的委託律師 那律師明天就會去處理 總建議說 就是你多次跟朱阿勇見面 他都叫你蔡姐 基本上是沒有人會叫我蔡姐啦 那朱將軍雅虎 他叫我蔡姐 他是將軍欸 他叫我蔡姐 我也不知道 那這個 我就不回應這個部分了 大概就這樣 那順便最後我想 這麼多媒體假日還在追著我們跑 也真的是大家辛苦了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蔡壁如你要告我 我麻煩你趕快告 你不要推山主事的 我等你告了 我就會把你的手欲公注意給大家看 現在提起你的想法了嗎 我相信您的年紀還不至於 哇那個容易忘記到這個程度 趕快想起這份信以後 你做了什麼事 你交辦了什麼事 蔡小姐 蔡壁如 趕快告我 第一 第二 你不要再偷轉概念 不要轉移焦點 麻煩你 就這件公文 你收到了以後 要求8月3號 要求8月3號要約時間的事情 後面你做了什麼事情 記得了嗎 8月3號以後 你做了什麼事情 我想洪建議是台北市的議員 他同時也是社會的公民 我想公民對自己講的話 一定要負責任 不可以信手臉來 親在亂不講 那講對講自己的話 就要自己負責任 那我想他所指的朱雅虎 那他應該比我認識朱雅虎 那個去問問看他跟朱雅虎的事情 朱雅虎是郝龍斌市長時期的 那個兵役局的局長 那我相信他對整個台北市政府呢 一定比我熟悉 那我跟柯市長到台北市政府的時候呢 他自動跑過來跟我介紹說 他是以前的兵役局局長 他對台北市非常的熟悉 他同時是市政府跟市議會的聯絡人 總聯絡人 那他替好市長解決大大小小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只是在告訴我說 如果我有什麼不懂的 或者有什麼疑問可以去問他 那至於朱雅虎什麼 到底是不是有去金華城 我覺得這個我不清楚 難不成他才剛從好龍斌市長 局長下來 他就去當財團的門神嗎 那你們應該應該去問朱雅虎啊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那我印象中 朱雅虎沒有跟我談過金華城的事情 那我在台北市政府是柯市長的第一任 第一任的時間 我想我們大半的時間都在解決大巨蛋 那對金華城當時是有陳情 那有監察院有來涵 監察院有公文啊 那那個我因為是市長市的主任 所以我排每天的成會 那在這個成會當中有當時有請相關的局處 來報告金華城的事情 那市長指示的很清楚 就是全責單位 依全責單位尊重專業 請他們去處理 所以我在柯市長的第一任在市長市的時候 我有聽過這個案子 但是因為杜花不是我的專業 我也是尊重專業 那對洪建議的言行 你有打算要去告嗎 我會去告他 我早上對媒體說 他是一個公民 他也是一個市議員 我不允許 現在在政論節目上面都胡說八道 最近的柯主席的一個事情 這些新聞 他們為什麼都比檢調還要清楚 還有了還有媒體 什麼他那條線養了七年 他們每天像個連續劇 這樣編一套劇本 所以呢我告訴你 所以這也不實的這些指控呢 我一定告到底 議員說那個他有你寫的手稿給局處處理大長 那就請他秀出來吧 如果沒有 那還有他說那個你 不管他我就是告他就對了 我禮拜就去提告 我今天早上已經打電話給我的律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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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